哈喽咱们又见面了啊 我今天跟我妈上山 我妈说的这个看到点蘑菇 但是不知道是啥蘑菇啊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啊 而且今天天气非常非常的好啊 早晨嘛还不那么热 咱往里走走啊 大坑 有点添滑 看着多不及 还挺生命的 真好啊 真好啊 看这啥蘑菇 真漂亮啊 真好看啊 这边这不都是吗 咱这把蘑菇是不是也快出来了 快了 草蘑快出来了 就这个蘑菇啊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蘑菇 因为咱们当地这边存真蘑呀 原蘑还有猴头还得过一段时间 现在没到季节啊 那个得八月末九月份才能除了 但是这个蘑菇咱真不清楚 所以但是我看的挺好看的 有没有毒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太漂亮了这个蘑菇 咱踩一下吧 看 看这小蘑菇丁 是不是啊 能不能吃我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就感觉挺好看的 所以就说我们这边的存真蘑菇也快出来了 哎呀 这是啥蘑菇吗 你知道吗 这蘑菇我以前真吃过 是吗 这反正可别乱吃啊 这小蘑菇我以前吃过 可千万别乱吃 酸菇吃肯定好吃 这个蘑菇 但是它有虫子哈 你看它有虫子就证明它没有毒 这蘑菇我吃过 没有虫子 有虫子的话 就证明没有毒 还挺好看的 在这个小树堆上长 我现在可喜欢采我们这边的小珍蘑了 过段时间除了 也是在这个树堆上 一球一球的可好可好的了 看长得 还挺好看的 是不是 哎呀 哎呀这一把就像金珍蘑 看是不是像金珍蘑 是不是 还挺好 哎这蘑菇真浓啊 就跟那珍蘑味道是一样的 跟珍蘑味道是一样的啊 但是 没吃过也不敢吃 跟珍蘑味道真一样的 还挺好的呢 咱踩着看挺好看的啊 让大家瞅一瞅 嗯 真是一股蘑菇味的 就是就跟咱们 过段时间踩那个珍蘑的蘑菇味 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我感觉 这个还挺像真珍蘑 挺好的 没吃过所以咱就不要去吃它啊 走吧继续往前走 到这里看看 咱这五味子现在长多大了啊 看 这个五味子是我比那个之前要大一些 我之前拍的时候没这么大 看看现在的果 一天一天在成熟啊 秋厚了就可以踩了 是不是挺好的 这都是结胎挺厚 我看到吗 看 是不是啊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野生的五味子 感觉像葡萄一样 它这个秧它是爬腕的啊 哎 这么多呢 那 看看 这就是狗枣子 野生的山狗枣子 也叫小米油桃 这现在没成熟 成熟的时候它得长这么大 得长这么大 而且里边就是给它一掰开的时候 它就跟咱们那个 那个吃的米油桃里边那个是一样的 但它就是小啊 看 就等到熟了 来采回家吃 还挺好的 看小豆 刚这么点 上回来都没没这么大 上回来刚开花 多快 看这个里边 是不是啊 都是 揪了一个咱大家看看啊 看看里边是啥样的 这还没熟呢 看到了吗 这个里边就跟咱们吃那个米油桃里边是一样的啊 但是它没熟 是不是啊 一样一样的 直播它就是小 也叫小米油桃啊 好酸的 就是酸 哎呀 太酸了 接针后 咱再往里看还有啥好东西 哎 太咬了有点 这一片都是 这么多呢 到时候熟了踩点回家 一吃 看 这里头都是啊 这咋这么多呢 今年 今天是不是雨水大的事啊 咋这么多 是不是啊 好了朋友们 我回家了 因为我们这不刚过完节嘛 我们这边天天有来收菜的 说我们夏天采那个山野菜喂菜呀 所以就是回家得看着点啊 把自己家采的菜赶紧卖了 是不是 一年就只这点菜呢 好了 回家卖菜去了 希望我能卖一个高价 因为自己家采菜没采多稀 采个百八十斤的 是不是啊 天天大道喊收一菜啦 收一菜了 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吧 我们就在家等着了 就是上山早去早回 不去的时候就在家看着卖菜 就是哪个价给的高 就卖哪个 卖完省心了 钱一存多好是不是 好了 拜拜 回家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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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